这个满身鲜血的男子 正在对着山大喊 前不久他的怀孕的妻子 在山上不幸摔死 他发誓一定要凿通大山 接下来他只用锤子和凿子 花了22年的时间 终于把大山打通 这是根据真实世界改编的电影 印度愚公 三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小山村 按照当地习俗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给他举办了婚礼 作为酒鬼的父亲 因为还不上地主的钱 可能面临着要被定马掌 害怕的父亲 就打算把三哥卖给地主抵债 三哥一气之下 跑出了山村 多年后长大的三哥 在街上看到了小美 双腿立刻不停使唤了 这时一流氓 从后面撞了下小美 小美随即抓一把牛粪扔出 结果砸在了三哥脸上 正在井边洗脸的两人 听到贱民制度取消了 以后人人平等了 三哥就打算坐车回家 没想到正好跟小美一辆车 两人一路聊到下车 回到村口的三哥 他的地主就上前拥抱 当知道他是当年淘宝的三哥后 就遭到了一顿毒打 因为不同阶层的人 是不允许身体接触的 虽说外面解放了 但在这落后的村庄 没有任何变化 被打一身伤的三哥刚回到家 多年不见的父亲 又给他安排一顿打 父亲带他去找小时候结婚对象 老丈人说对象在城里找了公务员 出100卢比做聘礼 你要是能出200的话就嫁给你 一听需要这么多钱 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发现小时候结婚对象 居然是小美 三哥问老丈人能打折吗 老丈人说能打骨折 随后就把他赶走了 接下来三哥有机会就带小美逛街 有天还把他叫到小树林的稻草上 给他一个太极林模型 作为定情信物 在小美跟公务员结婚的当天 三哥带着斧子带走了他 等老丈人反应过来带人追赶的时候 两人躲到淤泥里藏了起来 后来两人过起了没羞没少的生活 全剧中 不对 好像还没有开始凿山呢 1959年这天 三哥在山段另一边干活 怀孕的妻子在给三哥送饭的时候 一不小心脚下一滑 摔到了山下 排到医院之后 虽说保住了肚子里的女儿 但是妻子却领了盒饭 愤怒的三哥只能对着山大喊 随后放火烧山发现心中的怒火 冷静下来的三哥打算把山走通 一是为了纪念妻子 二是防止悲剧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拿起锤子和刀子 在山上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凿山 村里人都以为他没了妻子 疯了 1965年凿山第五年 刚回到家 父亲说 你就算不照顾我和你的孩子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三哥说 你要是看到我伤心的话 我就不回来了 随后三哥在山上搭建了帐篷 这天父亲带着孩子来到山上 劝他找个工作 你天天这样 石头能喂饱你的孩子吗 三哥找到山下运货的商人 他们用车子绕过山运输需要四天 如果直接扛过山的话 只需要一天 时间是最宝贵的 商人选择了三哥 他凭借着对山的储蓄快速运货 这也让三哥挣了不少钱 这一天一个记者找到三哥 问他为啥不找个工作 三哥问他为啥不报道凿山的事情 拉点赞助啥的 他说开始的时候自己想做一名报道事实的记者 结果变成了政治家的工具 三哥问他为啥不自己开个报社呢 他说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 三哥问他难道比我凿山还难吗 记者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 随后走开了 这年天气大旱 村民都打算出去讨吃的 父亲带着孩子找到三哥 希望一起离开 三哥把全部的钱给了父亲 希望帮忙照看好孩子 自己依然选择留下凿山 这天水已经喝光了 他只能到枯井舔井底的草 白天继续干活的时候 他遭到一个山洞 顺天掉了下去 被埋了 跑空中他看到了妻子 从泥土中钻了出来 他发现了水源 开心的喝了起来 边上还有植物可以冲击 这时是大山救了他的命 他像朋友一样拥抱大山 有一天干活的时候 听到石头下有动静 扒开石头 居然是一条眼睛蛇 还没让他跑开的时候 眼睛蛇咬到了他的脚趾 他赶紧从身上扯下布条 绑住脚趾 很快他开始精神恍惚 为了防止毒液扩散 他用枣和锤子 直接敲掉了脚趾 随后腾晕了过去 恍惚中他再次遇到妻子 醒来的时候 天开始下起了大雨 以后村民们也开始陆续回来 看到眼前的成果 他终于得到了父亲和孩子的认可 1969年 他凿山的第九年 这晚革命军过来 抓到地主要处死他 只有三哥上前求情 他说地主这些年是干了些坏事 但是他也一直维持着村里的和平 最后地主还是被吊死了 这天记者又找到了三哥 告诉他自己办了报社 名字叫新曙光 随后给三哥拍照 把三哥的事情写到了报纸上 这个女的是英里拉总理 她正在通过演讲拉选票 说要消除贫困 让大家讲出有什么需求 三哥上前说自己凿山12年 需要得到支持 随后拍照 并在报纸上刊登 结束之后 三哥依然回到山上凿山 这儿的他头发已经开始花白 地主的儿子当了村长 他拿报纸找到三哥 说可以拿到政府的拨款支持 只需要走个流程 就这样三哥稀里糊涂中 按了手印 三哥还感动的说 只要道路修好 我死而无憾了 一段时间后 只见村长开车到山下 拉走一车又一车的石头卖掉 却不见任何人过来帮忙凿山 接着带他到政府查询 说补助金200万已经被领走 这明显是被村长中饱四囊了 他回到村里找村长去要 却被威胁到 再赶过来 就把他送进监狱 让他一辈子在里面出不来 烟梅亚这口气的三哥打算上诉 准备坐火车去首都找总理 早三多年没有一毛钱的他 刚上火车就被赶了下来 意志坚定的他 打算走路去1300公里的首都 不识字的他 路上捡个横幅 披戴身上 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跟随 到首都还没见到总理 就遭到了警卫的驱赶 他拿出和总理的合影 结果被撕的粉碎 并告诉他 如果不离开 马上把他抓起来 他失望的再次回到山上 这时他已经年老体衰 无力凿山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摸到了妻子 妻子问他为什么不凿山了 他说得不到政府的补助金 妻子说 之前那么多年没有补助金 你不也是一直在干吗 为什么现在却在意这个了呢 我一直认为 你在凿山修路 就是在为我见到太极灵 这让三哥恍然大悟 拿起工具走出帐篷 发现很多人都过来帮忙了 他开心急的 上次村长带着连夜局的人 开车赶到 说三哥破坏连夜资源 还把卖十度的事情 栽赃给了三哥 就这样 三哥被警察抓了起来 说要关他一位子 第二天 记者带着村民来到警察局门口 要求立刻放了三哥 不然他们就在门口 集体绝食抗议 警察一看 这事情别闹大了 况且我们也没拿到 一分钱的好处费 就赶紧把三哥给放了 出来的三哥 受到大家的热情拥抱 接下来全村的人 都过来帮三哥凿山 终于在1982年 历经22年 他们把最后一块石头凿开了 虽说他只有110米长 却把这些刀镇上 需要走55公里的路 缩短到了15公里 网上大家唱歌跳舞庆祝 跑步中 三哥又在人群中 看到了妻子 当记者再次采访三哥 希望他能说句话的时候 三哥说道 别指望神 是神指望我们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他就是当代的印度羽工 在2007年换癌趋势 人们的山下为他力杯作纪念 有着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